Hey!大家好,我是阿易 歡迎大家回到來 我們坐在這裡,非常舒服 應該看到我們有一個新的環境 我們來到新的Studio 沒錯,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之前沒有出過影片 我就差不多兩星期了 就是不停搬東西、搬東西 基本上現在我們新Studio都應該差不多 搞定了,收拾好東西、unpack好所有東西 所以你看到我又坐在這裡 連著這麼有趣的卡比酒 坐在這裡,還有這個樣子 很明顯就是在看著你,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既然差不多unpack好東西 應該是時候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新的Studio究竟是什麼樣子 最後跟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們平時拍片的環境 平時拍片的setup 究竟是怎樣的 讓我們入門口 來,進去 就是分了兩層的在Studio裡面 首先看到我們第一層 就是我,阿樂和Sonic 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地區 你看到我們剛剛坐在這張沙發 就是這個位置 我就剛剛坐在這裡 另外一部電視下面 有Viu、Xbox、PS4等 全部都放在裡面 所以如果有什麼偷眼的話 基本上所有人都會坐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是Sonic的位置 我的位置 和阿樂的位置 我就坐在這裡 然後每次看到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每次我就坐在這個位置拍片 我們就這樣 後面有一大堆東西在這裡 還有一大堆電話紙 對 我們抽了獎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的電話都發出 所以如果你收到電話 記得快點回覆 然後你就會在星期六 就會看到我們拿到的禮物 如果你拿到帖卡 記得在星期五之前回覆我們的電話 還有給你的地址 就會寄到帖卡 到你們的家裡 絕對是 但是我們平時就是坐在這個位置工作 然後阿樂就在那邊 他還沒回來 雖然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是兩點半了 我好像還沒起來了 這邊就是我們以前在Studio 都經常有的東西 你們就看到這張 就是我們昨天直播的那張 是否這樣 應該是 差不多 完全一模一樣 焦點一下 這些就是讓我們放一些蠟燒東西 有公仔 裡面就有些工具 紙、筆、墨、煙等 那些東西 應該都沒有煙 沒有筆都應該沒有 然後這邊 就是我們餐廳的東西 那邊就裝著雜物 我還是不給大家看 那裡看到什麼 你看到我們所有紙巾都不見了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把紙巾都塞在那裡 還有大家在樓上就會看到 有些讓我們吃東西 或者讓客人做東西的位置 即是有些人來的 或者有些朋友來的 讓客人在那裡做東西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冰箱 還有微波爐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開一下冰箱 就會發現 雪櫃是刺的 我覺得應該 要去買點零食 買點冷食 買點冷的食 買點飯 應該不在那裡吃飯 我們應該出去吃 買點零食 買點東西 放在那裡才行 不過阿成回來就不要買 因為應該天未光 那就應該清掉了 我們第一天買回來之後 第二天我開一開雪櫃 咦? 為何又是這樣的 死人款 就知道應該是阿成的問題 對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但是你可能會問 Garsen、阿克和阿成 三個月的邊 就在樓上 就是在這裡 看到這條樓梯嗎? 我現在上去樓上 上去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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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sen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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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位置 還有 大家可能會問 我們以前樓上 那麼多雜物 塞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位置 你看看這裡 我們把所有不等的東西 都塞在這邊 還有一些箱子 不知道什麼 基本上 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都會有這些雜物 全部都塞在這邊 有一個小木架 還有這邊 加順 我們應該在星期六 就會送他出去 應該能送幾多個家臣出來 你搞了什麼 剩下什麼片 鹹片 鹹片 可能大家會問 為什麼這個位置 這麼多位 你看這裡 屋地沙都在這裡 加順是不是在這裡打關頭 什麼 拿了桌子 對 拿了桌子 其實加順的桌子 和阿克的桌子 都在後面 原因就是 阿成坐爆了椅子 坐爆了椅子 現在是 阿成回來之後 他就會拍到自己的影片 然後 砌桌子 你可以看回阿成的頻道 或者 如果你想看他的直播 他們整天上來 很想說 正在播 你記得快點去看他們的頻道 家臣和阿克 那就是他們三個 和我們一起玩一下 一起玩一下 玩玩遊戲 一起聊天 一起吃飯的地方 有多不專心 我們放他的鏡頭上來 都應該看到 是不是 阿成 為什麼看不到 是看到 哈哈 我們回去了 對了 應該我們就和大家 簡直介紹一下 我們的Studio 究竟現在是什麼樣子 我猜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我們應該準備 快要開始拍影片 我都知道 我真的非常久沒出過影片 之後都準備了Minecraft影片 可能是手機遊戲 以及一些不同的遊戲 其實不止手機遊戲 新出的電腦遊戲 或者一些Flash遊戲 我之後都會和大家玩一下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我的頻道 以及可以看他們的頻道 記得叫他們起床 究竟我們的Studio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樣子 以前是被大家見過的 現在新的那個 環境好一點 還有地方應該靜一點 還有家層沒有那麼吵 我們就應該可以再拍一段影片 所以大家記得 大家期待一下我們的新影片 以及記得訂閱我們 那麼多人的頻道 就在下面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回來 再和大家在Studio 看看有什麼組裝 也好 我們和大家玩遊戲 吃播也好 那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回來 再見 拜拜 全景相關 今天的原因就是 我們找到一個大一點的Studio 而且我們可以分開 去拍片 因為我們現在一個Floar 在這個位置 那個人是看到的 所以當你一個人拍片 就好像我一樣 他就在那裡收拾東西 然後他在那裡唱歌的時候 我們就有非常多的噪音